哈喽大家好 今天早晨我想做一个可颂三明治 我要用到turkey bacon 然后cream cheese 再加一点小葱 当然也要用到可颂 然后还有一些片状的cheese 首先我取两片turkey bacon 然后把turkey bacon切成条状 我喜欢切的细小一些 然后再把它稍微再切一下 好 好 好 然后我需要把turkey bacon先在锅里翻炒一下 把稍微油煎出来一点 然后也顺便把它加热了 这样一会儿倒入cream cheese的时候 可以把cream cheese稍微融化一下 因为turkey bacon本来就有些油 所以我就不加油了 所以我就不加油了 我把火调小一点 我把火调小一点 也能做到这些转异水 所以就不会烟了 除了不断 我把火调小一点 拥炒一下 ца真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我就要开始把它们搅拌在一起 因为cream cheese还是相对比较厚的 所以有一些难搅拌 拿一个勺子一起搅拌 小饭的差不多后 我们可以在里面加入 我事先准备的切断小葱 这样不仅可以提味 还可以解腻 这样不仅可以 然后我就可以把cream cheese放在我事先切好的可冲了 这一个有一点切得薄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 大大的一块放进去 然后再放第二个 这一个切得比较完美 可以多放一点 把剩余的全都放进去 好像还差这么一点点 第一个再稍微多加一点 然后再放进去 然后在它们的上面 让我先把可送放到我事先准备好的包有锡纸的托盘烤盘上 然后在它的上面各加一片cheese 这样味道可以更相遇 烤箱我已经事先调好温度 现在已经预热到475度 然后我就可以把烤盘放进烤箱里 烤10分钟 这是我剩下的cream cheese 我要浪费给我们家的狗狗吃 烤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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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让我们拿出来吧 再让一下 让一下 然后再让一下 好香啊 好啦 这就是成品 一会把它放到盘子里 就可以开始吃了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